越堆到后面性价比越低 它跟CD不一样的 它是成法来算 不是加法来算的 你随便有个50点左右就够了 多了堆到后面性价比就很低了 往卫兽化就不要一集团了 这边有机器人再直接走就好了 剑上的人头 那我怎么玩 还送的是医学 直接开局炼狱模式 给这个剑上拿人头滚 滚雪球 很好滚 只要他这样素质比我快了 也是打不过他前面了 全军出击 我们蓝好像没了 我自己就莫远 我自己就莫远 这个E应该留一下子 得用双E在这边 打这个F6没双E的话 待会我刷得很慢 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没开 他没偷我们蓝的话 我们去他蓝就是送了 先打个上蓝来 先插个眼 还在的 这个剑上就刷了5组野 他还有一个组没打 感觉像是石头人或者蛤蟆 看一下来 他那个样子 有可能是蛤蟆 因为我们铁拿压线的 他可能直接没打就走了 下路要打架先去吧 四分钟看也没收了 哦 那就是蛤蟆没打 他来了 走吧 直接溜 直接溜 这个钱的话 小刀吧 这未打 剑上挺好打的 但是 前提是你要先手他 不然你碰到会玩的剑上正面Q他 他能用Q夺你Q的 这未的Q也有点笨呢 首先要蓄力 其实他这个弹道时间比较久 这个健身的样子 有可能 是不买装备的 他不买装备 这个点应该打F6打得差不多了 这会儿要往三栏来了 我们直接去三栏看一下 先把这个跳张A了 然后Q叙利直接往三栏这边打 这能逮到他了 看到没有 后体之间两个三环 刚好逮个现场 这就是来自一个老江哥的经验 这刀妹不见了 直接B吧 他现在这个攻势有点尴尬 八七我算了 直接小刀转新石吧 然后再和收一只好了 他现在收一只 合成有点不是很平滑这样 我知道这刀妹来别贪就好了 在对面野区自己没血 就不要有侥幸心理了 地图人又不见了 新石第一剑的话 可能会缺点伤害 所以来把小刀转新石也好 主要还是看钱吧 能不卡装备就不要卡装备 最关键是这个版本刷 也很关键 先小刀没问题的 一丝血 没事我们有鞋子可以追一下 他没鞋子 但是我感觉我可能会死 这剑上可能在 他在打草丛 抓不下吧 机器人应该走到二塔 由头有大的可以砍下 再Q晕一下 再A Q我再接 QAE三环他就死了 这新石差点钱 把上面去野刷完了 这玩打野还是要优先考虑刷野的 特别这个版本 野怪基验比较高 如果别人快速刷野 你不快速刷野 你就吃不到版本红利 这样 我感觉 这个下地赛 可能出野核就会比较多了 之前比赛落后 国服一个版本 还没有加经验 就已经有野核英雄了 这加完的经验 这野核就更多了 刷野龙一被队友喷到你刷的有问题 都说了你要高效刷野你英雄选对 你刷野不是说为了只刷野 而是说你快速刷野 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获取更多的资源 加快你的刷野效率 加快你的伤害 知道吗 这就是你跟有更多的蛋 去孵更多的鸡 更多的鸡的话 去孵更多的蛋 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生产效率的问题 这两者是可以兼得的 你兼得不了 就是你玩的有问题 我渴不了 这距离不够 让它拉不了 让它躺开了 我得打断了 我去 可惜 怎么打断了 可以全杀完 我举个例子 你刷野慢的 你刷完一圈也要两分钟 你刷野快的 你一分三十秒 甚至一分二十秒 就刷完了 那你不就比别人多了三四十秒 去做别的事情吗 这个时间半分钟左右 你可以选择干嘛的 抓一波线上 或者去反对面两组野 或者去控个小龙 或者草丛 这优势就不这么滚起来了 然后你再回去 你装备比它好 等级比它高 那不就随便打了 他打三篮去了 他应该知道我们在了 我们在附近的话 这野怪会摆头的 所以就不要在篮那边等它们 直接来上路这边蹲嘛 他来了 他一定要先手 这不过如果是被先手 就打不过他 但是先手就很好打了 这就是我们的刷野效率 提前一步 这不击的位置 那我可以去下路吃个蟹 再反向对面红来 你胆子挺大还要偷我一眼 没事给他偷 可是我要偷我们蛤蟆 他会来河道的 我们来河道等他就好了 给他W打断了 我不一定要杀他 我杀你一眼 你还敢过来 沙包这么大的圈都见过没有 这些王杀米拉的都会迷之自信 我来拯救世界 或者毁掉世界 看他剑上也没来潮城这边 美大先退一下 把虫子拉掉了 机器人来了 打一下 打不到剑上先退一下 我说我们开始 参加児 第三件就红青羽跟以前一样的 这个版本 穿甲暴击都加强了 尤其是暴击 这版本只会有个问题 冷却可能会差一点点 但是没办法 你出别的伤害会很低 只能出这一套 我让双手替我发言 我需要亲手弄 什么装备破败 他会跟我们打 等他自己过来 这些玩刀妹的都很自信 看到没有 他一点都不会怕我 因为刀妹这英雄的话 有兵线的时候很强 这个英雄其实以前就是另外一个的建模亏伤体 只是他现在不太行 曾经他的地位就是现在的建模亏伤体 以前玩刀妹人还挺多的 现在没什么人玩 我想想是哪个版本没人玩 好像从神话版本开始玩的人就少了 先走一下来 这波打了五个盾 新时被动两个加一个绿档子 我来拯救世界 或者 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建模这东西不赖皮吧 除非建模玩家 建模这英雄就是属于人人得而珠子了 上一个英雄我想一下 他叫齐亚娜 虽然这个奎上帝恶心 但你不惹他就行了 我觉得奎上帝还好一点嘛 你可以给他避开 经典三拳 永不过时 再大招锁后 再QAE三拳 再杀这个电神 再Q 凑体之境 哇 这个伤害跟神话的时候已经很接近了 不能说接近 只能说基本一模一样 这边传承门 这边口子草一定要丢个野 有传承门的话 待会会有人来送你 然后站左边那个草 等你的视野 他只要进野球就一定能看到他 跟你们说个小技巧 看到没有 那个草丢个睁眼 然后能站左边这个草 等着就好了 直接七拳给他干死 别跑啊 小帅哥 我刚才没从论在吗 有从论的话是可以AQ A王能马上Q 因为你这个攻速 没从论的话 这二王要得直接Q 不然会断Q 有从论加这个攻速就可以 攻速也得带 有点脆啊 而且我们身上1000块啊 不能让对面杀我们 稳一点吧 来个无尽好了 最后一件的话出银血 高攻击力75就可以了 不要百分百 主要他最后一件 没有别的暴击加 大乱攻击力的 不太适合 那个流血刀不太适合 我们那个适合那种 高频率触发的AOE射手 我感觉那个装备 只有饿飞流丝 适合出 那种手残的 攻速快的 就可以买 西兰刀现在没有伤害在 没必要买 他只有回篮 但是打也是不缺篮的 买了存烂会属性 买装备就跟你买菜一样 追求一个性价比 货比三家懂不懂 你有些属性感觉可以 但是你用不上了 你用不上 你要来干嘛 那不是等于没有吗 这有很多玩家太 会迷恋他一些 对吧 他面板属性 得考虑一些实用性 他在打三篮 是不是 我看到他了 算了吧 算了吧 接下来 打大龙去吧 你买菜可不货比三家吗 我跟你们讲 虽然我没怎么买过菜单 我去菜市场去的多了 以前 小时候天天去菜市场 你就隔壁摊的 他看完你逛完第一家 就比如说你第一家 举个例子 第一家你猪肉卖五块 你当时你就觉得 觉得太高 特别是你跟 那摊主砍完价之后 你问他四块五卖不卖 他不卖 你去下一家 你大概率你四块五都能 摊得得成 你就算四块五摊不成 也不要五块 四块八眼的拿得下 我跟你们讲 这就是为什么货比三家的原因 还有一点 你去多问几个摊主之后 你问熟了之后 你就知道每家 他的秤是怎么样 他这个肉有没有注水之类的 你看他混熟了之后 他甚至会明着跟你讲 我这个一斤猪肉 注了二两水 我给你捡个二两 怎么猪肉五块 给你举个例子了 我举例子了 这机器人都得死 现在 我去哪有 态今 JI 我都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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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攻击力很高 这一拳暴击不得了 这位的话他的意这到底之间是AOE而且能暴击的 理论上对面站一起我们最多两拳他们全倒地上了 来找个实验品 就三拳没有多余的操作 容忽三拳 这还是一个铁板靴手腕子铠甲加红水晶 等于一件防御大件了 他出两件防装我都能秒 好 我觉得 这铁板对自己有点不自信 他怕我先Q他 他怕自己反应不过来 走吧 对面护活了 没状态了我们 我让双手替我发言 这铁板还可以换了 但是没必要 这铁板换了冷却不够了 可以换个竞技时期加板甲 可以多一件 这一件差不多了 主要是你们基本上 也打不到 这个时候了 大多数对决也打不了神装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卖个鞋子 但是还是那句话 卖鞋子冷却就不够了 可以卖的晚一下 卖的晚一下 反正钱多 但是我卖的要2000加1100的攻速区 得3100这样子 3100我卖鞋子的话 才2700还差个400 那也不行 都不太行 他那个富博性价比挺低的 这个健身估计是在回城 送你一城 来个攻速区 直接来个零分 但是只是专备的图标 这零分不是以前的属性 我记得以前他有加什么 他是攻速加攻击力吧 有没有一数 我忘了 但是他有韧性在 专备图标能回得去 能能回得去吗 有移速 有韧性是吧 攻速有没有 攻速我记得也有吧 但是我记得 韧性是一定有的 因为以前买到装备 都是为了他的韧性 以前60的攻速 没道理吧 怎么当不记得这么清楚 我从内测就开始玩这个游戏 我都快忘记了 是不是哪里刷到过一些什么小视频之类的 这个零分给的属性太娃了 3100的价格 2000的属性 净亏个1100 来 咱顶一下 这牛头闪一下有10秒 打了几个Q上了 打了有三四百个了吧 今天有双倍亲密度三倍上限 这银光罐没送可以送了 一拳操能 这个伤害遥遥领先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 还是双倍发现 几个Q上 by bwd6